地铁东西线部分列车服务中断 SMRT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 接在受影响的乘客 那今天早上上班上学高峰时段 大批民众在雨中排队 等候乘搭接驳巴士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早上六点多 玉廊东地铁站有不少民众 因部分地铁服务中断一时不知所措 出了月台后向工作人员了解详情 民众必须从月台穿过商场 在通过天桥才能抵达巴士站 乘搭接驳巴士 从月廊东站的月台 一路走到搭接驳巴士的巴士站 大约需要五到十分钟的路程 那今天适逢遇上雨天 索性全程都有有盖走廊民众 才不至于需要淋雨 那其实在沿路当中 有一些人不确定方向 沿路都有工作人员 为他们解释和引导 同时也协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 上下楼梯 确保他们顺利地搭上巴士 因为今天早上就会恢复 其实还蛮多人在那里等 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后就听到那个 radio广播才下来 借驳巴士服务往返玉郎东和波纳维斯达站 早上班次频密 乘客无需等候太久 由于今天也是小六会考比试的第一天 因此工作人员也特别留意学生 安排让他们率先登上巴士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悬报道